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社会有关新闻 在当地时间一月八日凌晨四点左右 杭州萧山机场有一架俄罗斯航星航空货机在起飞时起火 根据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机上八名机组人员已全部被救出之后转移 机场正常运行未受影响 记者经了解起火的飞机型号是俄罗斯自产飞机 全球数量很少 起火后现场照片可见 飞机从正中间断成两节 此后中国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 说目前杭州机场正常运行 根据微博一位航空外号者所发布的消息 他早上听到消息专门去机场拍摄 到达时已经是当地时间十点二十分 火势已经扑灭 但可看到飞机从头部尾部正好断成两节 据中国媒体引述他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飞机在准备起飞的时候突然着火 飞俄罗斯路程比较远 航游也比较多 火势一起就很难控制 我到达时飞机还有很多航游怕有复燃的可能性 所以到现在为止机场消防车还一直给飞机喷水 以防再次复燃 而说到火灾方面的消息 在一月八日当地时间凌晨 湖南衡阳某地的一氧中心发生火灾 消防部门展开扑火和救治工作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 事发时一氧中心一共有十九人 后来安全转移了五人 有十四人送医 五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其他伤者还在救治 事件发生之后 衡阳成立了现场核实组事故调查组 善后处理组等 事故调查组反馈 初步调查原因是用电起火 起火点位于一氧中心三楼的西南角 目前具体的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 公安机关已对一氧中心法定代表人等十二位相关责任人 依法传唤 对直接责任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衡阳当天召开党委会议 对于所在石谷区分管副局长免职处理 召开常委会议 对于区民政局局长街道办事处主任进行免职处理 同时对党工委进行停职 对卫健委部门的有关人士以及其他人员予以立案 待事故调查出来之后将进一步 依法依规问责追责 再为您介绍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观点文章 作者是资深媒体人王向伟先生 在文章中王向伟先生写道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闷声发大财 这是中国前任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时期所提出的 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一个更加口语化的变种 王向伟先生介绍 过去几十年里这样的思想成功的指导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而这种逻辑也吸引了跨国公司 他们在中国开发了巨大的市场 并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但是近期跨国公司突然发现自己陷入困境 不得不保持沉默 赚钱却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王向伟先生分析 这不仅是因为商业环境的变化 比如他们面临着更多的本土竞争对手 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陷入了中国和西方 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公开对抗 进一步讲 北京已放弃了邓小平时期的低调政策 准备与美国和西方盟友进行公开挑战 而西方越来越多的利用人权作为武器 来对中国的产业和公司进行狙击 王向伟先生写道 在民族主义抬头的情况下 世界各地的企业现在被迫重新思考 他们在政治和人权问题上的角色 在中国的跨国公司 正面临着特别艰难的时刻 在上个月中国指责美国的零售巨头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俱乐部连锁店愚蠢和短视 原因是据说山姆从所有的货架上下架了新疆产的商品 而此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防止维吾尔族人强迫劳动法案 中国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斥责 而这一次是由中国反贪最高机构中纪委的社交媒体账户带头攻击 在公开场合沃尔玛和山姆都没有对中纪委的言论发表评论 而在周三路透社的报道表示 山姆的高管在电话会议上告诉中国证券分析师 并没有故意删除下架新疆产品 并表示出现的反弹是误会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在新年前夕宣布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开设展厅 被中国国家媒体和社交媒体广泛赞誉 但是却招致了美国政府和人权团体的批评 美国最大的穆斯林倡导组织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敦促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 关闭在新疆的活动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指责特斯拉帮助中国共产党掩盖强迫劳动 白宫发言人没有直接评论特斯拉的行动 但是说私营部门应该反对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 特斯拉拒绝进行公开评论 王向伟先生认为对于跨国公司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公司 现在在人权挑战中如果想蒙混过关是越来越困难的 中国国家媒体斥责美国迫使公司选边站 但其实中国政府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攻击惩罚那些屈服于国际制裁压力的企业 中国官员多次表示 不允许外国企业以便在中国挣钱 以免抹黑中国 而在十一月 与代表美国在华企业的美国行业领袖的视频通话中 中国外交部副外长谢峰也直接敦促他们推动白宫进行明智和务实的中国政策 结束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 他还告诫美国商人在双边关系恶化的时候 商界不可能要发财 同时也保持沉默 就是所谓的闷声发大财 王向伟先生分析 今年中国经济预计面临三方面的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强劲的外国投资流入中国对于支持经济增长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而由于中国和西方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几乎继续下去 来自政府投资和消费等各方对于跨国公司的政治压力也将加剧 但是王向伟先生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超过四亿 人口还在不断增加 可能会带来利润丰厚的机会 跨国公司不想也不会错过 但是闷声发大财的日子恐怕不多了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中央社的有关报道 文章介绍中国媒体人江雪所发布的长安时日引发国际关注 而今天在中国网络平台被下架 此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表态支持江雪有发表自由的评论文章 也因为内容违规被删除了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江雪本人在四日发表长安时日一文被说是西安版的方方日记 文章中特别批评了中国官方的官僚主义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原文在昨天下午一度遭到危险删除 但是三个小时之后又死而复生 重新上架 江雪自己也说这到底是抽什么风 但是长安时日存活四天之后 在今天当天时间下午左右 在中国被全网下架 入口网站以及社交网站都搜不到原文和相关评论 仅有少数批评长安时日的文章还在 微信一面显示长安时日因为内容违规已无法查看 并表示已接到相关投诉 原因是内容违反了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资讯服务管理规定 胡锡进当时曾发文支持江雪长安时日 说我相信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个声音 包括江雪大部分最激烈的批评者们 胡锡进当时还写道 我也希望他平安就像方方一直是平安的一样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 南华早报的调查显示 现在很多香港人希望移民加拿大 而有人专门以此牟利 有一种服务在短短六个月内就可以给港人提供英国研究生文凭和学位 不需要上一堂课也不需要交作业 南华早报的调查显示 收取十二万到二十五万港元的高额课程费用之外 几家移民公司还声称他们将以三万到六万港元的价格 帮助申请者完成所有的课程作业 并由专家导师撰写论文和其他家庭作业 客户被承诺可以获得NBA学位 两所大学都告诉南华早报 他们并没有与移民公司合作为香港人提供价格低廉的学历 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警告表示 如果在申请中发现任何不当或欺诈行为 移民可能会被剥夺公民身份或者被驱逐出境 南华早报介绍 在北京在二零二零年六月对香港实施了国家安全法之后 加拿大成为了为香港人提供新的移民路线的西方国家之一 加拿大在去年二月宣布 为在当地就业拥有至少一年的工作许可 并在过去五年内获得认可的学历后的人 可以申请移民提供更多便利 而从那时起香港有几十家移民和教育咨询公司 为申请者提供了获得认可的英国大学研究生和硕士学位 还有其他国家移民的一揽子计划 南华早报记者冒充潜在客户 对于五家类似服务公司进行了检查 发现他们提供的学历往往具有很多的水分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